哈喽,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昨天宝宝给我留言了,说让我在我的世界里面玩植物大战僵尸,今天我就找到了这个模组,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吧,宝宝,如果你看视频的话,请看好哟 这一次我们选择的植物大战僵尸,植物还是比较全的,而且还有我们疯狂的大夫,这边是香日葵,刚刚大家已经看到了,他可以产生阳光的,产生阳光的话,我们就可以买武器了 这一次我买了很多的这些植物啊,这是西瓜投射手,这是猎甲投射手,这是冰冻射手,这是豌豆射手,下面还有地刺,这边呢,还有坚果墙,嘿嘿,万事已经具备了 哎,忘了,这边呢,还有一个玉米投射手,现在我们只需要在这里严阵一带,等着这个僵尸来,我们就可以了,因为这边就是我们的小村庄了,不能让这些僵尸进入到我们小村庄当中啊 好的,现在大批僵尸已经过来了,我们这些植物能把这些僵尸全部都给打死吗 哇,还有戴着帽子的僵尸 我相信我的这些植物能把这些僵尸全部都给打死,保护我们的小村庄 哎呀,你,你,你竟然还敢从别的地方过来 哼,多亏我做了多重保障 兄弟们,上啊 打他 不知道这一次能来多少波僵尸 哼,来多少都不怕 哇,这么远都能打到 我们的西瓜投射手还是挺厉害的嘛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西瓜投射的范围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太远的僵尸好像打不到 哇,不过我们的冰冻射手还是挺有趣的 可以让这个僵尸冰冻 嘿嘿,动不了 兄弟们,打呀 来,下来收集一点阳光 打呀 哇,又刷新出了一波僵尸 打打打,别客气 这些僵尸也太low了吧 连我的第一层防御都没有突破 看来这波稳了 实在是太好了 我们抵御住了僵尸的攻击 我们保护了我们的小村庄 还是要感谢我们的疯狂 大夫 还有这些植物 嘿嘿,你们辛苦了哟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这个植物大战僵尸是不是很像呢 看来我们要做好防御 体育 下一波僵尸的进攻了 我可以让我们做好防御 代表? 比重